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近期活力全开 频频口出狂言的击打看守大臣沙努西 如今可能要为他自己所发表过的言论 负上法律责任了 由于发表涉嫌侮辱雪州苏丹和国家元首的言论 沙努西在今天凌晨三点钟 在没有接获任何通知的情况之下 在入住的酒店内遭到警方逮捕 并且在今天早上被带到了雪州市拉秧地庭 在1948年煽动法令下被控两项罪状 根据第一项的控撞 沙努西早前曾经称赞击打苏丹英明 不会任命水货阿米鲁丁来担任州务大臣 那这番言论就被认为有侮辱雪州苏丹之嫌 而第二项控撞则是指出 沙努西在同一场的讲座上就质疑首相安华 是否真的获得了国家元首的御令 来组建一个团结政府 一旦罪成沙努西可被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坚持 针对这两项的控撞 沙努西都不认罪 法庭允许他一个5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同时法官也对沙努西下达封口令 警告他不要在案件完结之前 再发表类似的言论 吉打看守中务大臣沙努西今天凌晨三点 在入住的酒店内遭到警方逮捕 从沙努西面子书发布的视频可见 当时好几名警察驻守在沙努西的房门外 随后将他押上车 带到额迈警区总部 等待上庭面空 来到早上 沙努西前往雪州市拉秧地铁面空 现场早已聚集大批媒体 全副武装的警员也在场戒备 程序结束后 身穿白色衬衫的沙努西 面带微笑走出法庭 期间还高举拳头让媒体拍照 心情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他随后召开记者会 抨击当今政府非常害怕在野党 因此才会利用这起案件 限制他的言论自由 沙努西还质疑 政府企图利用这起案件 来打击国盟在击打周旋的胜算 尽管这样 沙努西表示 就算他被提控 也无法阻止他在来临的中选中上针 甚至放话说 今天之后 人民会更加认清政府的真面目 只有三天的调查时间 沙努西炮轰 他是在没有接获任何通知的情况之下 在凌晨三点遭到逮捕 而且昨天还是通过媒体的报道 才知道自己被控 沙努西炮车的条件 的支持者准备迎接他 看到沙努西后 支持者们一窝蜂地涌向前 还不断高喊恐怕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而沙努西也在众人围堵下 迅速离开机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